他们还做出了另外一些努力 这个努力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四个产出要素 那这四个产出要素是什么 就是当他的领导者 跟他的管理方式做组合的时候 他们得出一个属于他们的企业文化 然后当他的整个的管理方式 和他的市场做组合的时候 他们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当他的市场和他的战略做组合的时候 他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当他的战略 跟他的领导者做组合的时候 他形成他自己的愿景和使命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四个产出要素 那么这四个产出要素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在整个文化构建上 其实是很好的融合了 无论是地方的经济社区的文化 还是他管理者自身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自己就很喜欢山东 所以这也是我选择 泥山树屋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在山东去当一个一家公司的总裁 然后我主研究的一个对象其实是海尔 那为什么山东是可以产生出大型企业来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当中 其实他们非常强调一致性 他非常强调一致性 这也是儒家文化当中 我认为非常强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它的一致性就会导致 它的整个文化会形成得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讲你整个地区文化 对于企业文化的这个影响 那一旦能够形成这个文化的时候 其实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就会被体现出来 好 那么它第二个部分就是 它这个企业拥有的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是指 它内部的管理方式能够怎么样被顾客能够体验得到 但它一旦能够被顾客体验到的时候 其实它的竞争力就会被呈现出来 这是我们看到从核心竞争力讲 那第三个就是它对市场的反应速度 那么对于市场的反应速度来讲 一方面影响是它们跟价值链之间的这个合作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叫利益共同体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们就是对市场的追踪用户 它的理解和响应的这个速度 就会使它做得到 好 那么它们得到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它们对未来 对于愿景 它们自己的追求 它们怎么能够让这个企业跟社会的进步 能够完全地组合在一起 它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请大家了解到的 整个能够成为领先企业的四个产出要素 出发了这个能够 在我们下午前一会儿 来 就叫它 保佛 装